厂工2023旅宿商机 旅宿业者在国境开放后面临最大的挑战 宠物旅游拥有特定的族群 是否能为花莲旅宿业者在国境开放后 国人选择出游的情况下另辟新商机 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为此特地走访民宿业者 了解业界的需求 宠物旅游是目前台湾许多民众在外出旅游时 选择住宿环境的条件之一 国境开放之后旅游市场相当激烈的情况之下 能否再为花莲的旅宿业者创造新的商机 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就特地来到了知名的民宿业者 了解宠物旅游在推动上所遭遇到的困难 那宠物的部分我们就是会整了 像是餐厅还有旅宿 因为这两个常常宠物 带着宠物是不能进去的 所以我们这个宠物的折夜 最重要的就是盘点了73个宠物友善的旅宿旅馆的民宿 我觉得在花莲这个地域最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花莲大马 然后有大山大海 这个地域环境太适合宠物了 所以我的认知是没有道理 没有一个地方是不能带狗狗进去的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所以我的餐厅 我的咖啡店 我的民宿 基本上我都是非常欢迎狗狗带进来 就勇敢的把他带进来 牵进来就好了 他只要符合你有牵绳 不要咬人的大原则为前提就好 县议员章美惠就指出主题式的旅游建构 自从他争取宠物运动公园后 呼吁县府观望旅游处 就应该要把花莲相关宠物的旅宿业者 以及餐饮业者 能够汇整资料后进行行销 那我们想花莲有非常好的环境条件 可以来推动宠物旅游 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打造 花莲就是一个宠物旅游的首选的城市 所以我在议会也特别的不断的提出 这个宠物旅游 主题旅游的这样子的一个建构 包含争取推动宠物运动公园 那还有县政府观望处应该把 相关的花莲的宠物友善的旅宿 还有餐饮业者 通通能够汇整资料汇聚起来 那从一个统整性的整合性的行销 来让国人甚至外国的旅客知道 我们花莲是推动宠物旅游的有效性的 而且非常成效卓著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在小组的建设小组考察 特别也指定安排 来花莲的这个宠物友善的餐厅 旅宿业者来进行参访 带着毛小孩一起出游 却找不到适合的住宿环境以及景点 在听取业者的说明之后 进行双向的交流 建设小组成员 也希望花莲县政府官方旅游处 能够统整相关的宠物旅游资讯 进行行销策略 也能够为特定的旅游族群 提高来到花莲的意愿 记者林杰 收风箱 采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